我就发现人这个遗传这事是真可怕 性格也能遗传 包括看人的这个眼光都能遗传 什么意思 就是我妈过去就因为看人看不准 所以犯了错误 现在楠楠这儿又开始体现了 楠楠还想把我妈妈这个错误继续地继承 发扬光大 你说什么又扯到你妈那儿去了 他真搬出去租房桌啊 你说这孩子他怎么不听话呀 你也太不爱听话了 什么 你说您给他们交什么房贷呢 有我了吗 那你出了首付了 这房贷我当然得替他还了 现在呢 孙博的意思就是说 我出了首付 您还了房贷 所以他呢 自尊心很强 于是他无法接受 我管不了爸 你拿来 房本是您的名字 这个钥匙应该放您的 我不拿你拿着 我不拿你拿着 我收包下围 大哥 大哥 房子呀还回来了 现在这个房子呀是您的了 我觉得这个钥匙您应该要回来 不是这个时候我去要钥匙 这不是添乱吗 我都后悔了 当初啊 我就不应该在那房本上写上我的名字 要是那样啊 就不会有今天这档子事 当亲爹当到您这份上呀 世上还真少有 你说要是亲爹也好啊 您还是个后的 你说你那么疼他们 怎么 出了事儿 人家找人家哥去了 成你说的 行了 二岁啊 你别说了 你没看今天 男的那小脸都瘦了一圈了 我寻思 不会是因为这房子事儿 我是不放心孙博这小子 我怕他欺负男的 不行 我得把他们租房那地址摇了 哪天你陪我过去看看 行 李楠 过来 看看 这儿 以后就是我们的天地 你开什么玩笑啊 这 这不就是个破仓库吗 怎么可能是家 这不是破仓库 这以后就是我们的家了 就是我们的地方无拘无束 没有人管 不是 你看看啊 这地上满地的垃圾 这个味的呀 难道你除了垃圾 就没发现别的吗 你就没有感觉到一种 自由的气息吗 这 这怎么是火呀老公 李楠 你相信我 餐厅会有的 卧室也会有的 什么都会有的 我一定会把这儿打造成 你最喜欢的温暖的家的样子 相信我 好吗 刘总 我先回去了 好 再见 再见 这么厉害 李胡总 都有人跟猫子了 那要在我们那儿 那就是现场级别的哟 李良没回来吧 刚打电话了 说开会 现在自从当上院长之后 这会呀开不来 行 那不等他了 爸 费 还是就是你说 我这不上班了吗 领了第一个月的薪水 给大伙全买了礼物 二岁 这个万事利的丝巾 是我专门为你选的 你看看 看看喜欢吗 喜欢 喜欢 还给李楠娜 山山和李良多买了 你收一下啊 行 爸 我这次 怎么你说 说 爸 我专门为你选了一件衣服 来 我帮你试试 不是上回买那衣服 我还没上身呢 怎么又买呀 真好看 东山大哥衣服多的呀 那橱柜都放不下了 这穿着这风格也不对呀 这应该是我 你看 李先生 我给你也选了一件 看看吧 你看我这也有 有你的 哎呀 两千 这 现在男士衣服都贵 你看他 我真是一家人啊 没凉过我衣服 买上一件一上身合适 合适就好 一千二 差八百呢 二岁 你怎么老多嘴呀 三千妈现在当老总 不在乎什么钱多钱少 这衣服呢 主要是看样子 穿得合适不合适 是是是 我买的时候没注意这些 就看款式了 三千妈真是懂事 我们李家的门缝就是这样 好东西先紧着外人 自个儿呢穿便宜的 没事 你没来的时候 我们家就没有外人 二岁 二岁 你怎么老说实话呀 三 二 一 看 怎么样 看看 这 这就是那个破仓库呀 对呀 没认出来吧 完全大变样了 这个墙 那时候是个水泥墙呢 对呀 我就用木板给搭起来了 怎么样 够艺术吧 特有质感 这个顶是 你说这个棚啊 这个棚呢 都是别人不要的窗帘 然后我拿过来 给合理利用起来 变费为宝呢还 当然了 那个呢 那个 这 这 这不是轮胎吗 对呀 就是破轮胎 可以放花 放你的照片 都可以 是啊 我老公啊是天才 老婆 这比原来那个家好 一天一地 好太多了 这被我设计得漂亮 天才之作 我跟你说 这就是我想要的 世外桃源 嗯 带我飞 来 我带你去卧室看看 好 好 我不打算干了 其实我早就想好了 经理 我正式地向您辞职 那你的经济问题解决了吗 老实跟您说吧 我最近搬家了 我那新家离这儿特别远 这每天四个小时的路程 都快把我累垮了 我是怕时间久了 会给您添麻烦 得画个肖像呗 对不起 我不卖画 如果我说 我出五千块钱呢 怎么是你呢 怎么不能是我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只要你有什么难的 我不光知道你在这儿 给你住那我就去 收好你的钱 该干嘛干嘛去 别影响我画画 快走吧 我不影响你 我陪着你 今天放着 我陪着你 我站会儿 我跟你说小雨 收起你的怜悯 我不需要你的同情 走吧 我不是在同情你 我就是想帮你 我我我我 我打心底一来 我就是想跟你做普通朋友 平时就是吃吃饭 聊聊天 逛逛街 当然让别人什么更好 不是 就是其实我 我真的从心底里 想说的就是 我想跟你做好普通朋友 真的 真的 我发誓 孙伯儿 这 我是你爸 李一生 那房子那事我听说了啊 我挺佩服你的 不过这事你应该 提前跟我上来上来才好啊 是不是 现在在哪儿呢 好啊我请你喝茶 咖啡 你们年轻人就喜欢咖啡 咖啡有什么好的呀 行行行我听你的 听你安排 在哪儿啊 又去哪儿啊 出去一趟啊 初五不一定回来吃饭啊 出去别惹事 别带人回来啊 我带谁回来啊 你说你一个保姆你 你是不是想 Ol� 他走了啊 走吧 咱们也走吧 爸 爸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爸 你来了 怎么做半天也没点点什么呀 博远 你好 先生 我来两杯咖啡蓝山 好的 不是 我这些点净污水呢 到这儿来哪能让你喝柠檬水呀 那必须喝咖啡 李良养你们那是不应该 养我可是天经地义的 你放心 咖啡前我住 怎么你们俩还搬郊区了 我觉得我和李楠 住那么好的房子没有什么用 再说了 我也喜欢清静 所以就想搬住 那你那画怎么样卖出去了吗 别提画了 衣服都没卖出去 你看看 我说怎么样 没人经济你 没人宣传 没人推广 没人认识你 所以画卖不出去 三爷俩 把经营你这画的事咱再谈谈 好好聊聊怎么样 小伙伴 大爷 我给您大听一下 附近有个什么仓库啊 过去工厂仓库 现在都改成搞艺术的了 那 那个地方 是这么走吗 你从这儿出来右轨 在左轨就看见了 好的 谢谢 没事没事 谢谢 谢谢啊 没事没事 这 这不是跟我们过去工厂的大车间认识吗 不是这儿啊 这是那画布 这不是孙婆画的那荷花吗 放水 东山大哥 是不是 有他们的结婚照 快看 这看着倒是挺大挺高的 这能住人吗 也倒是啊 估计是房租便宜 嗯 可这便宜也不行啊 这便宜 这离这城里太远啊 男的上下班好几个钟头 这哪受得了啊 可不是啊 那 那 那谁来买啊 自己买 这时候就需要我了 我画个名 高价把你的画给拍回来 等你的画一拍回来了 画册上也有了 哎 你是不是就有名了 接 接个电 你接 你接 喂 哎 我 我正在谈 谈事呢 我空完了给你打 好 就这样啊 拜拜 接个电话 嗯 他那出一本画册 得花不少钱吧 那是 那成本挺高的 但不用你画 我找李良花这笔钱 那不行 我不用李良花钱 哎呀 这不是李良花 等于是花我的钱 不不不 爸爸 我得先走了啊 我得再想想 这有点乱 我先走了吧 这个 哎呀 哎呀 臭小子 你是有点乱啊 你不是乱在这骗人上 你是乱在这电话上 跟我玩这套 你还嫩呢 小姐 你好 先生 哎 刚才跟我一块儿 在这儿喝咖啡那个客人呢 他把钱包忘这儿了 你有他的电话号码 不好意思 我们这边没有顾客的手机号码 那他是不是常来这儿喝咖啡啊 他来过 喝一个女孩 你说咱都等了两个多小时了 哎呀 热得不行不行的 那咱们就回去吧 没事 小姐 跟你聊了一会儿啊 我开心多了 你说我 你说我那个爸 非得让我用欺骗的手段来出名 你说这是不是太可笑了 还有 我也不知道怎么对你说起来 我跟李楠之间呢 虽然有识望 正在艺术上没有什么共同话题 但是你知道两个人在一起 不光是爱情 还有亲情和恩情 我 爸 这么老远 你怎么来这儿了 正是你搬得这么老远 我不放心 我跟二十岁过来看看 你这给谁打电话呢 打得这么入泥 大学同学 同学的电话不接不礼貌 你接吧 我们等着 没事 男同学 就聊聊工作方便在这儿 没关系 一会儿回去就行了 嗯 我和东山大哥在这儿都等了你 两个多小时了 不好意思啊 爸 就是那个爸爸 非找我去咖啡厅聊天 你跟他缠合什么呀 他找你干什么呀 他找我呀 就是想 帮我推销推销我的话 要不我们进去聊吧 好吧 不了 我们等的时间也长了 这儿太远 回去这路程就给两个多小时 也该倒点做饭了 我们就不进去了 我们就不进去了 那个小孙呀 我想祝福你几句啊 你看楠楠呢 是我和她哥哥贯大的 那是我们李家的掌声明珠 你们又这么爱 这么好 你可一定要珍惜呀 您放心吧 我会的 嗯 那我们就不进去了 回去了 你也赶紧回去吧 好 那咱们走吧 再见吧 哎 再见吧 回去了这小子 大哥 刚才呀 打电话的 如果是个男的 我倒着走 你觉得是女的呀 我觉得是个女的 大哥 嗯 你说孙伯 我跟这个老东西 常好都在一起 那能学得好的吗 别这么说 毕竟她是男的亲爹 老话说得好 虎毒不食子 她还能害自己的闺女 自己的孤雁 后悔 哎呦 二岁我再祝福你啊 嗯 回到家 千万不能让李良知道 咱们今天遇到的这些事 那 连你脾气不易 那 你放心 我我嘴巴沿着呢 不说 嗯 大哥 但是我我还是想说啊 嗯嗯 李良呢 天天上班不在家 这家里头就这么一孙伯 你说 她出去勾搭小女孩 真好机会多得是呀 对吧 不会 不 不会 你这么一说我 她不放心了 不行 我不能让男人受她欺负 这么着 二岁啊 嗯 这些日子你陪我呀 多到这边来看看 她要真有这事 咱就抓她一个现行 哎呦 晚了晚了 回来晚了 老爹 怎么回事啊 嗯 是这样的 我们去看一个老朋友 回来的时候挤公交车 没想到人那么多 挤不上去 挤不上去 第一啊 对于你们今天的行为 我要提出严重的 表扬 希望你们 发扬传统 继续保持 希望二岁 以后多陪我爸出去溜溜 第二对你们要提出批评 这么晚了挤什么公交车呀 大车呀 哎 别省了点钱啊 哎 第三 我要给你们扫清后顾之忧 以后 随便想几点回来几点回来 只要确保安全 家里的饭 我和刘薇都能做 哎呦 那不行啊 怎么办啊 爸 咱都备好了比热热去啊 哎哎哎哎哎 你和我我也去 对爸干心 哎 那就是 哎哎 看什么老朋友啊 你管得着吗 你管得着吗 都是好歹呢 怎么着呀 哎你在这干嘛呢 大蚊子 住别墅就这点不好 蚊子多 我怕咬着姗姗 你今天倒是回来得挺早啊 我不是 没人陪我去看老朋友 再说我练家 我练家 好 你现在啊 柳卫 你先别做 我跟你说件事 怎么了 怎么了 怎么可能够他上屁的小姑娘了 什么 哎呦 小时候有点小时候 好好好 二岁下午跟爸去了李南家 但李南不在啊 孙博也不在 然后他们往回走的时候呢 就听见孙博在打电话 电话的意思呢 就好像是跟咱家楠楠 没有什么共同语言 你干嘛呀 我给李南打个电话呀 爸说不让你知道 就怕你冲动 还有一件事 就是你这个亲爹 下午一时跟孙博在一起 他还跟着搅和人们 他不可能说 跟这个孙博一起来 坑自己亲姑娘吧 所以说呢 作为哥嫂子来这种身份 这件事情 还没有确凿的证据的情况下 咱们两个 静观其变 去哪儿啊 我约好了 跟老哥几个一块打麻将去 过来一下 你过来一下 昨天上哪儿去了 昨天没去哪儿啊 还是跟老哥几个一块打麻将来的 你还真是一句实话都没有啊 你这什么意思 你这什么意思 你省敌人哪你这是 咱别绕圈子 你昨天到底见谁去 你是不是跟踪我了 有什么就直说 到底见谁 昨天我去跟孙博见了个面 你没事见他干嘛呀 聊什么呢 他是你妹夫 我女婿 我怎么就不能见他呀 你知道吗 李楠为了这个孙博 把他们租的房子给辞了 现在搬到郊区住了 辛苦极了 我就为这个事 我去说孙博去了 我说他 小楠呢 刚结婚 小两口这个关系人家 还没理事呢 所以是小楠亲口给我说的 让我们给他一个空间 那我就得成全他 我们就都得成全他 所以我希望你没事 不要去接触这个孙博 可以吗 我觉得这件事 你不能听理难的 一定是那孙博出的独立 我告诉你 这事咱还真得管他 不能让那孙博 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你没发现说什么事 只要你一插手 肯定坏事 说这家如果你待不住 你可以走 但是你要不愿意走 没关系 你可以每天出门 你可以每天闲得没事干 找你那些老伙伴 打打麻将喝喝酒 我都不管 但是能不能孙博这件事 你听我的 不要跟他接触 可以吗 可以 可以 没事了 我可以走了吗 我可以 好 好 那个中午啊 这边也没有人做饭了 咱们买一块吃个饭吧 他 他又打车跑了 大哥 赶紧咱也打车追 这 三上哪儿打去 就是打车也追不上了 还别花那么些钱 哪儿 二岁 咱上他家门口堵着他去 小伙子 你这话我刚才看了啊 你打算怎么卖 你说今天都到您这儿来了 那就听您的 您说的算 听我的是吧 你听我说啊 首先说呢 那我这里是不代理的 如果你想卖一百块怎么样 你看看啊 你不想卖了是吧 您也是画画的 那一百块钱 还不够我一幅画的有彩钱呢 那左岸画廊给我的画标价八百 我可都没卖 在我这里呢 我支出一百块 您看我画的画了 跟别的画家有什么区别 跟那些大画家没什么区别的吗 差的无非就是一点点名气 卖画卖的什么 不就是名气吗 如果你想卖呢 就赶紧放这里 如果不想卖 那你走人 喂 老婆 你今天这么早就醒了 你在哪儿呢 当然在公司了 明天看物就要出版了 好多东西啊 还没叫对呢 你醒了呢 那早点吃个午饭 我可能回不去了 这一来一回要四个小时 我好多事都没忙完呢 要不然这样 你来市里边 我哥约我吃午饭的 咱一块儿吃 那算了吧 我可不想听哥再说教了 那行吧 你先忙吧 拜拜 好不容易给我打个电话 喂 小雨 来 怎么样 画得真好 这是我近一段时间 最满意的一幅画 我早就知道你是个天才 我有时候画蛮有好好珍惜你 小雨 那个啊 我们现在做朋友 不是也挺好的吗 你别想太多了 关键是我爱你 我还爱你啊 他不珍惜你 他不理解你 他怎么能让你去工作挣钱啊 这也不愿意理谈 我们还是要吃饭的对吧 是要吃饭 那没有能力啊 可是我有啊 对吧 我爸那么大家的 养两个画家是养得起的嘛 他还开了两个画廊 关键是 他不知道咱俩分手 只要你还肯回来 我就让他保证 小雨 我们先不聊这个了 毕竟我们已经错过了 没有错 没错过 孙伯 不管什么错 那只要肯改了 不就 不就对了吗 关键是 小雨 今天就聊到这儿吧 我回家了 其实李楠她也不容易 我们以后还是减少见面的 不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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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不行吗 真行 早知道我都不跟你天天闹了 现在你就成别人了 小雨 我觉得我们以后 还是不要总见面了吧 这样不好 真是太紧了 你把那个坐着的囊子 给我叫过来 你跟他说 我有事 好的 就是聊聊天 你再说一遍 先生 你好 附近的客人叫你 知道了 没事 有点事我去看一下 你再看看这幅画 你还能看出 更多有意思的东西 你看一下 哪儿呢 大白天见着鬼了吧 爸 安紧的 把那女孩给我支走了 回来坐这儿我有话跟你说 行行行 那这儿等我 好 小雨 我刚刚碰见一个熟人 要不这样 你先走吧 熟 熟人 谁啊 小雨 你别找了 你不认识 你先走吧 那是画 为啥拿回家给爸爸看 可以可以 这幅画呢 送给你爸 那女孩会联系我吗 那你胡说给我打电话 好 好 那我走了 拜拜 去吧 拜拜 妈 走了 怎么回事 你给我解释解释 这到底怎么回事 这事情真不像你想的那样 我跟她现在什么关系都没有 我们已经分手了 我们现在就是不通行 不通行的又 是 分手了 心里又舍不得 吃肉丸里看得过来的 是不是 这种感觉这种错误 我年轻时候全犯了 爸 我跟你年轻什么那个时候 这不一样 我这真的一点事都没有 那真一点事都没有 那那那那 到处都是姑娘 你怎么就带着她到这她的姑娘 还经常来 不是 你跟我撒谎的时候 你想想下一句该怎么说 在我面前你玩这套你还嫩着呢 我都打听完了知道吗 那男人都会贱东西 你说你跟我姑娘才结婚几天啊 就弄这事 谢谢 谢谢 谢谢啊 吃饱了 您要的茶 谢谢 谢谢 你想呀 这第一次见面 她就给我画了张素描 而且跟咱妈一模一样 我能不喜欢她吗 这就是宿命缘分知道了 我其实是有个困惑 你看我跟你嫂子 我们俩 一个是写书的 一个是做这个责编的 她是有共同语言的 你像你们俩这也是 结婚有一些日子 对吧 还是两个人成天腻在一起 还有没有 共同的语言 有没有那么多话可说现在 怎么可能没有 我是这个世界上 最会欣赏她的人了 爸我跟你说实话吧 你像我这种人 根本就不适合结婚 我到现在 还没有适应婚姻后的生活呢 你少来这套 她不适应结婚 骗谁啊你 你不适应结婚 你干吗要跟我女儿结婚呢 爸 我爱李楠 李楠也很爱我 如果我不跟她结婚的话 她一定会很失望的 所以我们就结婚了 但结婚之后我发现我很闷 就闷得快要死了 她刚开始逼着我工作 后来又有房子 对 你还房贷 真的 这一天一天的 生活就变成了过日子 爸 你觉得生活 难道就是这样吗 就是这样吗 那生活不这样过 你怎么过呀 那不就是过日子吗 你知道你现在这一切 太闷了呀这个那个 为什么 没钱啊 没饼啊 你说你想象 你想象一下 如果你现在这画一拿出去啪好几百万 什么感觉 你跟李楠想怎么过日子怎么过日子 想上哪住上哪住 用得着看李楠脸色吗 孙伯呢 他是需要一种温柔和包容 来平衡她在创作中的瓶颈 和她不太好的个人自理的那问题 好比说我俩是两块拼图 她少这块 我就给她补上 天衣无缝 完美结合 你拿什么补呢 比如说人家正在画呢 她现在不知道说 这个用什么色 她问你 你给不到专业的意见 给不到专业意见 我就负责欣赏呀 你不知道她每次跟我分享 她新作品的时候 那叫一个开心啊 那如果说她在专业的意见上 遇到平静的时候 她会去问其他的朋友 她好像没什么朋友 那你早出晚归 你一出出一天就 那她不出门呢 她出门干吗呀 她的任务就是画画 安心冲作 太宅了 真不好 爸 你说的这个我也想过 但我现在完了 我的画一幅都卖不出去 现在放着能画廊八百块钱 一幅都没人买 李楠呢 每天又把我当天才一样供着 弄得我压力负一成大 爸 我真受不了了 所以今天就找笑语 出来聊聊天 她就是聊聊天 这男人一没钱呢就这样 给自个儿找折搅 还就聊聊天 你说你要有钱 你回什么样 我跟你说男人有钱 那后边跟 跟别个棍似的 说话底气都足 我告诉你 我知道 但我刚才不也跟你说了吗 那画卖不出去 不看一眼都没人看 是个问题 是个问题 我怎么刚才引语约听了 你跟他说什么 他爸 他爸是开画廊的是吧 那何止是开画廊 他爸有钱得很 我跟你说 你知道有个集团 叫大方集团 知道 他爸就是那大方集团的董事长 什么 真没有其他朋友了 没有啊 那那个你们婚礼上那个 过去闹那个姑娘 现在他们俩是 完全断联系了 还是说已经出成朋友了呢 你累不累啊 这醉翁之翼也不再久 终于到阵题了 你知道那小雨 他老爸是谁吗 我管他老爸是谁 你得管 他老爸就是那个大方集团老总 你说孙伯 放着这么好的千金小姐布娶 娶我 为什么 就是因为我们相信爱情 我们嫁的就是爱情 这有什么问题吗 你也是我们家的千金小姐 你放着大方集团董事长的千金布娶 你娶我闺女呀 你咋想的呀你 不是不是 你这话咋说的 不是 我的意思是我 我 我得重新看你 搬这么老远 这孙伯倒是有了自由的空间了 李楠天天上班不在下 他干什么 李楠不知道啊 咱们回去吧 明天再来 非堵着这小子不可 走 行 那咱们能不能就找他爸 来经营你的花 那不行 我跟小雨现在已经分手了 你跟小雨你刚才不说了吗 是朋友对不对 是 是普通的朋友吧 那朋友之间有点什么问题 不可以求朋友帮忙吗 除非你跟他是恋人就不合适 是不是 你现在就是做生意嘛 有什么不合适呢 他爸将来把你经营出来了以后 他爸也可以提成啊 也可以在你身上挣钱呢 你看我 我这个时候显得多大度 我都愿意把你让出来 只要为你好就行 爸 你这么一说吧 我觉得你说得也不无道理啊 对啊 那要不这样 过两天我找小雨 重新聊一聊 还过什么两天呢 赶紧聊啊 但是有一条 你跟他聊的时候我得在场 你就别去了 我结婚的时候你忘了 你让他出多大的丑啊 小雨现在最恨的就是你 我告诉你 没有女人能恨我多久的 你娶了我女儿 我是你老丈人 你去跟你这全女友见面 我能放心吗 来 这真是太巧了 你们俩也刚回来 你这是上哪儿了 我这有点工干 我不打扰你们两个 我先进去啊 你们慢慢走 还工呢 他还有什么工呢 大哥 你说你天天被儿女 这个忙活了 你说出个门你就骑公交车 你看看这个 有手后闲的 你说出了个门他就打出租车 出了个门他就打出租车 以后咱们也打出租车 哎呦咱可不能跟她们呢 这出去一趟 回来一趟 都打车 那给花多少钱 都换起来 那些个人 还能收到 我能做吗 其实能做点 然后你 有什么事 给了